謝謝詹仙跟段仙 他們一個人稱呢 驅士大師 一位人稱網路先驅 大家已經看到他們的功力了 剛才黃總編輯跟我講說 欸 你現在打算上網賣什麼東西 你怎麼那麼樂啊 我好像看到了一個希望看到一個機會 那剛才呢 Sherman在講的時候呢 我們已經看到這個詹仙已經不停的在做筆記 可能很多問題要問他 那 before 您問題準備好了嗎 但您 我知道你還沒有 所以呢 我想 剛才呢 其實 詹仙在提到搜尋的時候 講到一個lifestyle的時候 我就看到Sherman的眼睛呢 一亮 一定是與我心有七七焉的感覺 所以事實上呢 大家很多人在問 Sherman最近跑到哪裡去 我跟大家說 其實他變得非常的窄 怎麼說他變得非常窄呢 他開始在研究網路的時候 他發現技術不是問題 本質才是問題 他每天躲在家裡想 到底媒體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 他非常的納悶喔 然後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就覺得說 他最好呢 短時間之內還不要出來 見太多的人 那今天因為有很多 今天因為有很多的緣分 所以他就 宅男就出來了 這樣 事實上呢 其實我相信Sherman很想分享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lifestyle 剛才詹仙講到一個 就是說 當你在網路上搜尋 跟你在電視上看的時候 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感覺 其實Sherman常常也是一個傳教師 他在傳什麼呢 他傳網路的東西 你怎麼樣在電視上享受 怎麼樣用一個flip and discover的這種感覺 讓大家能夠轉變 上網看電視的一種lifestyle 你要不要談一談 然後請詹仙準備您的題目 這個詹仙先生剛剛講說 當有一百萬個網站 或一百萬個電視台 讓你在那裡翻轉 這絕對是不可行的 但是網路上的確有這麼多東西 那如何在 不要任何一個使用者 都拿一個鍵盤 坐在電視面前去搜尋 他卻能夠 發現 我特別用發現這個字 不用找這個字 發現到他要看的東西 這是一個 我們在 就是 我剛剛講 我們自己都不用自己的產品了以後 我們想說要解決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就問人家說 你轉到第幾次的時候 你會不想轉 我們就問了很多人 大概得到的結論是30到40次 那麼有幾千幾萬個網站 轉到第幾次的時候 就30、40次就要轉到你想看的東西 這個背後的技術和機制到底是什麼 那麼就在想說另外一件事情 早上跑去買個報紙 或者我們訂個東西叫雜誌 或者是我們打開一個電視 報紙拿來我們翻一下 看 雜誌也是翻一下 電視台好像也是轉台 我突然得到一個很奇怪的結論 叫做 只要是媒體叫能被翻 不能翻的不叫媒體 但是呢 如果世界日報每天把它所有收到的新聞 所有的資訊通通印出來 世界日報大概這麼厚 大概不誇張吧 是不是 如果每天給你這麼多還是五毛錢一分 你會比較覺得物超所值 比較enjoy嗎 還是說 算了我不看 OK 你別送來了 這個是 就是 我們 在想的一些問題 就是 譬如說我們現在說 我訂81個台 人家說9乘9 9乘9.TV 你為什麼是9乘9 不是我就給你81個台 我希望你轉到一半的時候 就能找到你要的 內容 但是 這麼多網站 到底誰把那個81個挑出來 而且給你 給他每個人不一樣 我就很佩服像這個 黃總編 世界日報 如果每天把他收到訊息印出來要這麼多 他把它變成只有這麼多 然後於是乎你翻一翻 你就覺得很有趣 但是誰有這個本領把這麼多變成這麼少 然後大家還覺得好看 每個人還覺得在裡面找到他想看的東西 那就不是科技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 網站是更多 每天增加資料更多 像YouTube說一分鐘上傳就48小時的內容 那麼如何來做一種 我們叫數位策展 Curation Curator 就是類似做黃總編的事情把它變少了 不是變多了 讓大家可以翻一翻轉轉台 就找到你要看的 大概就是我們挑戰 只是想法到現在還沒做好 還在嘗試 有機會可以到外面 去了解一下 我們都在做什麼 就到目前還在嘗試 已經好像每次都覺得 就剛剛你教我那句話 到現在還背不起來 就是每次都覺得好像很接近了 覺得好像還有一點路要做 還有一點事情要做 報告完畢 為了公平起見 我應該也問詹憲一個問題對不對 對 事實上其實您兩位都是客氣啦 都說迷迷糊糊走到今天這一步 不過我想就像您剛剛提到的一樣 就是事實上你有一個東西 你想要證明它 是可以被執行被做到的 那麼事實上媒體在採訪您的時候 您講了一句話我一直覺得非常的有趣 您說事實上呢我不是改行了 是行改了 那我們怎麼樣來因應這個行一直不斷的在改變 我們要面對一個新的媒體 或新的一種商業模式 你要怎麼樣讓你自己能夠 換一種新的mentality去接受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也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怎麼樣去讓自己接受說我今天不是改行了 而是行改了 然後我去做一些事情出來 謝謝 我用一個方式來 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但也很想要這個呼應剛才段先生說的話 那希望最後答案聽起來還是一個問題 好吧 我恰巧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就是一年多前 這個 大英百科全書的總編輯到台灣去 我們兩個有一個對談 這個大英百科全書的總編輯 所以這個Mr.Hoiber 他帶了一個題目去演講 這個演講他的標題是說 What makes an Encyclopedia great 一個百科全書是如何變偉大的 那他又自言自語說 Great Articles of course 當然是偉大的條目 那底下他就要說 那條目是由什麼東西使他偉大呢 他猜想有Tone 語調 Subjectivity 他的客觀性 還有他的Balance 他就用例子去解釋 什麼時候他的語調是更 客觀更 更謹慎 不會冒犯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信仰 他就舉大英百科全書一個條目 然後舉同一個條目的 這個Wikipedia的條目的內容 就看出他的差別 然後第二個就是講這個Subjectivity 他的客觀性 最後最有趣的是講Balance 他說在大英百科全書裡頭 他用人來做編輯 他要考慮每個條目之間的關係 不是寫一個條目而已 譬如說美國總統裡面 寫到林肯 這個條目他們要寫 譬如說在這個 這個Britannica 他是把百科全書分成 Micropedia Micropedia跟Propedia三個部分 在Micropedia那部分 林肯是寫了兩頁 兩個Full page 如果翻成中文那個大概要八千字左右 很長的一個條目 那寫到柯林頓 寫到Bill Clinton 他大概是半夜多一點 差不多是林肯的40% 然後寫到歐巴馬 六百個字 他說這是有原因的 就是從歷史的這個 不斷的評價的這個 考驗當中 時間的篩選當中 林肯所做的事的價值 在歷史上越來越明確 所以他的 他對美國歷史的貢獻 值得用這樣大的篇幅去報導他 因為Clinton也是表現非常好的一個近代總統 就他們的觀點 他值得用這樣的篇幅 但他沒有條件 至少就今天為止的理解 是很難跟林肯有同等的規格 那歐巴馬是一個 是一個現象 在歷史上會是什麼位置 沒有辦法知道 所以現在在學術 一個有沉澱的意義的學術 立場上來看 他只能先寫六百字 表示有這麼一件事 以後會變更長還是更短 要看他的表現 那你回頭去看Wikipedia 林肯有八千字 到了Bill Clinton變成兩萬字 到了歐巴馬就變成五萬字 因為越靠近就越多人了解 就越多人去參與寫 所以如果我們是同時看這些條目 你就不小心會以為歐巴馬比Clinton偉大 比林肯偉大 因為沒有人在做這個Balance 所以他要用這些例子來解釋說 有人作為編輯考量更多的面向 是重要的 如果只是放任在網路上自動生產 這些百科全數的整個的價值 是有待考驗 這個當然 那說得很好我也受益良多 可是我有另外的別的感觸 我說二十年前 這個全世界這種 General Encyclopedia 不是專業百科 一般性的百科全數 多卷式的 Multi Volume General Encyclopedia 最好的百科全數 是大英百科全數 同時也是最多人使用的百科全數 今天 大英百科全數 極可能還是最好的百科全數 但是是沒有人用的百科全數 沒有人用喔 我說沒有人用 我們這個談話發生在2011年的年初 2010年 大英百科全數剛把台灣的商務代表 就是他本來有個業務代表 他裁冊了 就表示從此之後 大英百科全數台灣全數一個人都沒有 現在是連印刷也不印了 那說我很好奇 2010年他們印了一個新的版本 我說這一個版本在台灣 到底賣了多少冊 到底賣了幾套 他說兩套 所以這個表示 台灣不是只有兩所大學 台灣有很多大學的 意思是所有的大學也都沒買 那我有一個姐姐是大學的租書館館長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你們現在 連大英百科全數也不買了 他說沒有人看啊 然後我們現在又要播出預算去買資料庫啊 要去買那個AXS期刊資料庫的這個AXS 那個要很多錢 所以大英百科全數既然沒有人用 我們就不買了 那這個我又更進一步說 我如果去看 看 現代年輕人的 查考行為 找資料的行為 我看起來 Wikipedia也不是大英百科全數的競爭者 他最主要是 查考行為已經變了 沒有人根據他的需要去找對應的工具書 沒有人這樣做的 每個人都是把他的問題放進search engine的空格裡頭 如果放進去跑出來的結果裡面前面的三個五個有Wikipedia他就點進去 他不是去Wikipedia找條目的 他是在search engine裡面問問題 Wikipedia是他找出來的答案的前面 我也曾經問過我的學生說 查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想說我要不要去 下個月我如果想去紐約旅行 那我想查點新的這個紐約資料 我如果沒有用很精密的查詢的方式 我就去打一個New York City 他就會跟我講說 我有一億零五百萬個結果 符合你的搜尋條件 我用了0.23秒 那 我有一億零五萬個搜尋結果 對我到底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我問我的學生說 搜尋結果跑出來這麼多 你會看到第幾個會停下來 就跟大先生問的完全一樣的問題 我的學生說三個 我聽了就覺得我們這是不一樣的人 我是那種看了兩百個還睡不著覺的人 Google也的確是蠻厲害的 我每次找一個東西 我的確看起來前面搜尋結果的前面三個五個 跟我要找的問題的確很 關係很密切 有時候走到第20的時候 好像就比較沒那麼密切了 可是我是在晚上看 看到第35又冒出一個 我覺得非常非常相關非常重要的 然後接下來又好像有點鬆散有點不太相關 跑到第50個又跑出很很相關的結果 到200個還是會出現很很 我很想要的結果 那我就不知道200個以後 是這個樣子還是還是不相干了 你還是不知道那個結果 所以對我來說 我看完200個 我總共查到1億個 那意思是有9千9百9千8百個我沒看 這個我所看的比例進基於零嗎 我等於沒有看 那我應該睡覺嗎 我好像不應該 所以我說 那射擊引擎給我一個大的困難 顛倒過來說 大英百科學術這麼好 有什麼用 新一代就不知道他了 因為他們沒在網路上見過他 即使現在在美國 大英百科學術在網路上 有非常多的州政府 買下他的權力讓州裡頭的學生 中學生都可以access 但沒有人在用 他可以解決business model的問題有收入 但他已經跟一般人的使用行為不相干 這一個百科學術不管多好 這沒用的 我說我是一個 editor出身的人 我有很大的感觸 我如果過去還花這麼多力氣 去了解工具書 今天這些東西都沒有用 工具書如果不在search engine之前 或者旁邊 如果是搜尋引擎裡頭的一個結果 根本就不重要 除非你能確保你的結果在前三個 要不然這已經不重要了 所以做參考書的人 要明白參考行為已經變了 除非編輯去做一個 某一種參考書 會發生在這個百科 發生在搜尋引擎的前面 或者旁邊 或者就是搜尋引擎本身 不然他就不是工具書 顛倒過來看 做搜尋引擎的人 本來可能沒有想過他是做工具書的 他只是做某一種運算 能把某種結果找出來的人 可是慢慢的他現在服務這些每天幾億個inquiry 慢慢也意識到這些inquiry其實都有一個答案的需求 他要的不是相關性 不是說有這個字就好對不對 我有時候想說我過去在做那些糊塗事 現在不曉得網路上還有沒有記錄 我就去打個資料說明日報 我想我從前的愚蠢的失敗有多大的討論 結果炒出來前面大概兩百個都是光明日報 我一直說我沒有要到答案對不對 我只要到相識的字 這是全文比對的結果 所以我就說搜尋引擎也不能停在這裡 Eventually你要幫助人的 這些人是為了查考而來 他不是為了搜尋運算而來 你要給一個answer 所以搜尋引擎也要 evolve也要演進 也要演進到最後有搜尋 有這個參考結果的那個能力 所以搜尋引擎的工作者 最終也要變成參考書的概念的人 所以這兩個東西不管他從哪裡走 走到哪裡 那我有一次這個 這也是一個私人的興趣 因為我愛看推理小說 在這個 這個 福爾摩斯的小說裡頭 有個短篇叫五個乾橘子 五個橘子的那個紙的乾 那 他在中間他碰到一個問題 他就跟這個 Dr.Watson他的朋友說 華生醫師 就跟他說 你可不可以把後面那個百科全書 K那一側 遞給我 他就遞給他他就查 那我因為是個書袋子我就想知道說 以福爾摩斯的時代 以作者的時代 那這一個百科全書可能是哪一家出版社出的哪一版 我就做了一個考證 最後證明這個百科全書 可能是哪一年的哪一部百科全書 但是 我突然想起來 如果這件事 福爾摩斯是在今天 他不會跟華生說把K拿給我對不對 他說把notebook遞給我 他就在搜尋引擎 就key in那個K 他裡面有一個字 他要做的事 他 輸進去我也試了一下 的確有1億多個結果 花了0.21秒 他搜尋出這樣的結果 所以福爾摩斯理論上應該在那裡 大概要點200次到300次 按照那個小說的那個進程 理論上他得到結論的時候 那個兇手也是已經走了 他是沒有辦法做 我說我在這一個架構裡頭 看到資訊處理技術的進步 但沒有看到智慧跟學習的進步 所以這樣的事是一定是科技的典範轉移裡面的過程 他還不是結論 他還有很多的空間要做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段先生做這個night by night 我就覺得你在做一個這樣的事 你試著把今天我們認識的這些媒體 要全新的放到另外一個環境裡頭 甚至要產生一個新的關係 可是這個新的關係 原來是那個行為裡面是有一些原因的 像段先生提到說 人在用電腦的時候 身體向前傾15度 所以他是跟他是engaged到他要處理的東西 看電視的時候他是往後倒在沙發上 他是比較放鬆的 他是比較被動的 是電視上有什麼東西 他大致上都接受 如果沒有太不好的話 所以這些東西 跟你今天要做的事其實全部都有關對不對 就是這行為他有關 他是你到底要建造一個 要讓他很很介入的行為 還是要讓他變成很放鬆的一個行為 那internet so far 因為大部分時候都跟 某一個computing device有關 不是電視這樣的工具 都是那些比較複雜的工具 我覺得電視有一個好處是 他只做一件事 所有人跟他的關係是一定的 但是電腦就非常複雜 沒有人知道他跟電腦下一次的關係是什麼原因 你到底要是拿他來當娛樂呢 還是當工具呢 還是當學習呢 那個電腦的特色 就是電腦並不知道他下一次要做什麼事 這也是為什麼 想要講話電腦功能的人 都會碰到 踢到鐵板 就是每次想要做 包括過去 紅機的師先生想做 國民電腦 他說豬八戒都會用的電腦 是沒有成功的 這個華碩施松堂先生做EPC 本來是想給老年人 銀髮族還有電腦用的程度比較弱的人 來使用 那EPC後來完全不是這一回事 這個小筆電最後變成上網本 是變成一個這個mobile device 所以松堂他原來的設想是不一樣的 事實上電腦技能最糟的人 最不會用電腦的人 最害怕 電腦不夠好 他一定買最好的電腦 只有技術非常好的人才知道說 我這個電腦用到哪裡就可以 他可以用有限的電腦 所有初學者 所有不會用電腦的人 一定要買最好的電腦 因為他不知道他要做什麼事 他要每一件事都可能 這是這個原因 所以他一定有一個 所以現在你要做的事 要看你跟那個 audience關係會是什麼 到目前為止 你每天在問說媒體是什麼 那你現在問到今天 你排除得掉哪些可能 哪些東西是你可以做的事 爸在問 現在稍早 江先生您提到一個名詞 叫Digital device 數位落差 那你也提到施先生那時候 甚至到菲律賓什麼 跟東奈亞國家想做一個所謂 100 dollar PC 什麼的 但後來反正全世界這個 efforts基本上都失敗 我想這就是說 Internet走到現在 好像你要沒有電腦素養 媒體素養什麼 你不會用關鍵字 你不會去用精密的搜尋什麼 反正Internet對你也沒多大好處 但從另外一個觀點就是說 會用遙控器的人 會用電腦的人全世界大十來億 但是會用遙控器的人全世界五六十一 六七十一 那麼 如何 就是剛剛講遙控器也是一種翻 就如何 利用它 就在轉台 我轉到這一台我看了幾秒鐘 然後我又轉了另外一台 可能看了幾分鐘 我們怎麼樣從這些行為裡面 到最後 我們希望解決的問題是 那些不會用沒有那些一大堆素養的人 他 只是會使用遙控器轉台的人 到後來把數位落差能夠3W彌補一些 那這裡面當然有巨大的商機 在裡面 同時也應該就有機會把這個 原來很多人想做那個Hundred Dollar 比如這個銀法族也好 給落後地區也好 給這些人 他們也能夠從Internet上得到知識經濟的好處 因為現在 有人說 在今天在矽谷有一個工作機會出來 大概全美國就有9個工作機會會消失 那就拜這個科技之次 那這一個一個第9個人 然後M型的社會就發生 Digital divide就更嚴重 那麼 那好像是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的一部分 其實 像您到美國來PC Home 解決這個華人初期了 購買 那每次購買也是上去也是搜尋 好像我能去買的東西 一定是我原來就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我知道它在網路上應該會存在 甚至我知道它型號 我知道它品牌 我知道它很多東西 然後我去找它 但實際上在您剛講說七十幾萬種 或者我看報道說您到美國來有35萬種 我恐怕知道的有沒有超過350種我都不知道 那剩下東西呢 是不是對我來說沒有意義 或我的搜尋也是就出來前前面三個買了 後面我都沒買 我沒有想你那麼用功 但實際上後面東西可能對我更好 啊 那麼像這一類問題你們有沒有思考過 怎麼去幫助人家做更好的一個採買 而不要end up變成好像賣的最好就是那幾個 大家知道了 有很多人很兢兢 很兢兢兢兢的好好做了一個東西 只是因為他沒有品牌 沒有什麼結果他就是賣不掉 啊 我們看到很多這些文創的人啊 他做了很多東西 對不起 因為我們不知道創意的東西 尤其是創意的東西怎麼搜尋 我不知道怎麼搜尋 總之就是買不到就對了 啊 這個有時候在Pinterest上面好像可以有 我而發覺因為瀏覽的關係 翻閱的關係好像可以翻一兩個 啊 那麼台灣有這麼多好東西 如果說 啊這個 如果我對不起啊 我們公司內部人談說 我自己並沒有答案 我在網路環境裡頭 我感覺那個答案是 自動在發生 我剛才注意到聽到 你說到一個Curator 或者Curate的概念 就是當內容很多時 多到一個人沒辦法料理的時候 Review跟Guide都變得有價值 如果訊息沒有那麼多 我小時候在鄉下長大 我們村子裡頭總共就兩家餐廳 所以我猜想我們是沒有一個Restaurant Guide的需求 因為他就是兩家 你如果有婚葬喜慶 你就是不是阿文就是阿郎 你不會有其他地方 可是來到了一個大城市 這個城市有兩萬家餐廳 每個月還有兩百家新餐廳出來 兩百家舊餐廳死去 你每天很努力去尋找新餐廳 你也無法吃遍所有的東西 這個時候如果有一個 Whatever Mitchell & Guy Zagat 都變得有意義 你會發現它是對你有用處 因為那個訊息你無法料理 這也是解釋了 剛好說 如果你還可以自己料理 如果Channel一百個Channel 你願意用遙控器來料理它 但如果Channel是一百萬個 事實上如果以Internet概念來看 它不是一百萬個 它是一億個或者是十億個 所以沒有任何個人力量有辦法料理 那搜尋引擎現在是解決了 您剛剛說的 如果你知道你要什麼 如果你能夠準確的問問題 它會回答你 但有些時候你不能 那我們也看不出在技術上 現在有沒有次世代的搜尋引擎 已經完全成熟 它可以比現在做的更Intelligent一點 我知道在實驗室裡有很多 我也看了一些例子 但我覺得離那個都還很遠 可是我倒是在網上看到新的行為 就是Social Network現在 或者是以前用討論區 我要買東西我不知道 可是我有一個概念說 我如果要一個這樣的東西 我跑到這一類的討論區 去看看別人怎麼說 你就發現你要問的問題 幾乎都有人問過 或者真的沒有了 你跑進去問一個問題 全世界的陌生人都跳出來 變成你的老師 而且那是我看到的 我的小孩 他們這一代的學習行為 他不是問他父親 不會的 他也不問老師 他問陌生人 他上網去說 有誰知道這個怎麼怎麼做嗎 兩個鐘頭之後 全世界各個角落 都有人來告訴他 這個是要這樣做那樣做 他也不是沒有問我問題 他每次問一個問題 我說好我去查書 他就叹了一口氣說 我想你也不會知道 所以我說 他沒有 他的學習行為是不同的 所以我說沒有一個人用技術解決這個問題 但 For some reason 這個網路世界 他演化出一個東西 這也解釋了 為什麼今天Social Network 有這麼大的力量 因為那變成一個互助系統 相互curate的一個概念 並不是用專家的curate 或者是達人的curate 來做curator 而是 每個人 都就他自己所懂的 去做某一些人的curator 這個看起來是有這樣的功能 那有沒有辦法使這個變成更 怎麼說 Systematic 更 或者更有效率 或者更如何 如果那樣 那我們會創造一個全新的business model 這個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 我想 Someone好像有 就好像 不是 像您說的 答案本身可能也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我們都可能都在摸索 就像 當初投資這個Google的那個 Ron Conway 那個那個 他就說 Google成功以後 他要投資了五六十家 Source Engine的公司 他說這個Google Just the beginning 當時不大了解什麼意思 到現在Google還是爭霸天下 似乎這個答案還沒有出來 就是希望有一天 PG Home能找出一個方法 我們都可以買到我們意想不到的東西 不是我們已經想到的東西 那我想 其實我想各位觀眾呢 一定也迫不及待 想要問一些問題 那麼我們就預留幾分鐘的時間呢 就是 讓我們的觀眾來提問 我們有麥克風 我們有麥克風 有麥克風 有麥克風 來到美國 對 真的很高興 那 有一個現象就是我 我跟我太太 我們每年都花很多錢買書 那基本上運費就是書架的一倍 所以花一百塊錢買書 運費就是一百塊錢 對 主要是從伯克來 那 我覺得 我去逛一下PG Home美國版 我其實坦白說 大部分東西不錯 但是唯獨在書方面 大部分的書都不是我們感興趣的 我想問的就是 其實我 針對華文的這個 那個 東西 我覺得 你在美國其實買商品很方便 但 你 你特別要去買一個 一個中文介面的東西 然後 而且是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台灣 或者哪裡 我覺得 有一個很大原因是因為 你在那個文化上面有 有一個 有一個 高度的一個 相關性 你知道這個東西是做什麼的 對 那尤其對於文化商品 譬如說書 音樂 電影這些東西 但另一方面讓我們非常感叹的事情 是 數位化的這些 東西非常 我知道有非常多免費資源 但是其實品質都非常不好 那我想問的是就是 很 像 非常成熟高頻的平台 譬如說亞馬遜 或是App Store 你幾乎找不到華文出版的東西 音樂也好 電影也好 尤其書籍也好 也好 就算你買到 代價非常高 然後實體商品的話 抽搶成本非常高 你要很多的書架 然後整理幹嘛 我想問的一次就是 在現在或是 過去 現在或是未來 其實我們有沒有辦法 在這方面 做一個 比較 大膽的一個實際 在推動數位化媒體 華文出版這方面 因為 我自己目前看到 中文的東西 其實老實說 坦白說我覺得做得好 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那邊 尤其是 喜刊雜誌這方面 比較容易數位化 但是包括了翻譯的書籍 或是本土作家的東西 台灣的話 我個人想是覺得一個 處在一個非常 讓人家覺得很失望的一個狀態 就是 你就是找不到這些東西 我想請你回答這方面 謝謝 這兩部分 第一個是來自PISOM的部分 我們現在這個放上來的35萬種商品 都是原來倉庫裡有的 法律上容許我們賣到美國來的 沒有任何的安歸的問題 簡易的問題這些 他還不是一個完完全全針對這個地方的消費者 他想要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merchandise的一個選擇 你必須原諒我 我需要有一些時間 一點一滴的 有一群人每天都在想這件事 說這樣的消費者他們要什麼 或者他們給我們任何回應 我們立刻會了解 也許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看到 要越來越多的東西 比如我說 今天我剛中午吃飯 這麼多朋友都講他們內心的願望 有人說 希望能夠買到吳寶春的麵包 我就OK 這個 我們一定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就是說 那表示我們一定要讓吳寶春肯在這裡 找到一個bacery跟他合作 用他的recipe跟他的ingredient 但是有人在這裡生產 他才有可能這麼的fresh 那能不能從 吳寶春的麵包 能不能從台灣寄來 像我買 Colin Street Bakery的那種蛋糕 我們也回去立刻做實驗 我們會激激看 我們會看看 這結果是如何 萬一有好的結果 我再告訴各位 我說請不要擔心 你在台灣看到的PC Home 也花了十幾年才變成今天 這樣的商品 我們一開始 能賣的東西是少的可憐 我們光要 我們甚至想要賣的 我們也要不到 我們要經過很長時間 才能說服 我們要兩端都要說服 要說服消費者 消費者信任我們之後 我們才有力氣說服供貨商 那消費者夠多了之後 我們就不必找供貨商 供貨商會找我們 總有一個過程 那你再提到這個數位內容這部分 台灣當然有另外的處境 我自己是出版界出身 我也明白為什麼 在台灣 著作群是有保障的 著作群現在都管理權力 都還在出版社手上 台灣的出版社 因為都很小 所以對這個大的社會的變局 都非常害怕 他們又非常多 台灣的出版社有八千多家 因為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每一個想出有一本書沒有人出的 都會有個出版社跑出來 所以就有非常多的出版社在那裡 每一個人不同意 你就不會得到那個書 這是為什麼他會落後於中國大陸的原因 中國大陸一個政策 就可以讓所有出版社 非出電子書不可 台灣是不能的 他因為小 他因為分散 所以他做得慢 但我覺得當他開始做之後 我認為他會做的 在華文地區的 我相信會做得好的 因為他人才很多 他的科技人才很多 台灣是一個有深厚的工程師文化的地方 如果是技術能解決的 台灣都是一個好地方 所以就content來講 台灣的出版社 出的書是從我的觀點 我這樣說可能有點 我說我現在已經不在這個行業 所以比較客觀一點 我說我認為台灣是一個出版 非常蓬勃的地方 兩千多萬的人口 一年出版四萬三千種書 如果我們說 New title per capita 人均新書品種 這可能是全世界第三大的國家 比美國要大 美國是一個三億人口的地方 一年出版十二萬種新書 日本是一個一兩千萬 台灣六倍人口的地方 一年是出版六萬七千種書 全世界能 就人口數不大 出版這麼多新書種的 另外的兩個 在他前面的國家 一個是英國 一個是荷蘭 台灣是最高的幾個國家 但是你不能問我說這些書 有沒有比別人好 這我就不敢講 有沒有買的比較多 有沒有讀的比較多 我也不敢講 台灣現在一年 每一個人一天 按照統計 看起來是花了一天 4.4個小時在網路上 這是非常驚人 但是歷年來的統計 從來沒有看過台灣 平均每日讀書的時間 有超過十七分鐘 所以我說 那個時候當然讀書 還有很多的不足 但也有一些值得驕傲的地方 那從出版的那個活潑程度來講 我也有一兩個例子 可以解釋他的情境 比如說如果你有機會去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因為有四百萬華人 有一個相當數量的華人 也很多華人還堅持用中文 上華校 他們對整個傳統文化 來自於這個民族的文化 有很深的感情 我有幾次去參加他們的文學獎的頒獎典禮 看他們這個頒獎典禮 我覺得 這個 從節目從什麼 他也許 比不上北京上海 台北的精緻或者足夠的人才 但那個用情最深 就是對那個文化那個感情最深 也許是因為困難 所以他們加倍的那個 那個深 如果你有機會走進書店 譬如說你到那個 他那個雙子星大廈 Petronus那個大廈 底下有很大的 他們當地最大的書店 也是最漂亮的書店 這個書店 不是馬來西亞人開的 這是一個日本人開的 這是一家記憶國屋 你走進去這家記憶國屋 面積非常大 跟成品一樣漂亮 跟台北的成品一樣漂亮 有70%的書是英文 有30%的書是華文 這是一個日本人開的書店 這是一個用馬來文的國家 那個書店裡沒有幾本馬來文的書 馬來文的出版在那個社會不發達 有一些主要最發達的是宗教的書籍 有一些教育的書籍 有一些政府補助的文學作品 但在一般的書店裡不容易買到 也就是說那個社會追求知識 是通過另外兩個外國語 通過這個華語通過英文去讀 那我們再上去看這華文書那30% 仔細看 兩年前還是如此 這兩年有快速的變化 我還沒有一個更準確的估計 兩年前大概台灣的書會占到80% 中國大陸來的書會占到20% 我要再說馬來西亞用簡體字已經超過20年了 那台灣的書的價錢是大陸的四倍 那但是書價上有80%的台灣書 20%的中國大陸的書 這個話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政治的介入 在台灣簡體字量不大 在大陸翻體字不容許 如果沒有限制 如果沒有限制 在純粹在一個自由市場裡面 讓使用者用它直覺去選擇 簡體字 翻體字的書 side by side 站在一起 你會選擇什麼 目前看起來 馬來西亞人選擇台灣的書比較多 不一定台灣書 出的書比較好 但顯然是比較好看 就是commercially 比較 他是經過市場的 鍛鍊的一個出版的型態 他知道 讀者可能是怎麼樣的人 他要怎麼表達 大陸會出很好的書 可是他不去想那個使用者的感受 就我讀的時候會比較困難 他也沒有什麼 這個user interface概念 在編輯上 台灣在這個是講究的多 因為他們是經過多年的考驗 這些編輯是經過這些訓練 這個情況正在快速變化當中 我這句話 再過三年五年 已經完全不適用了 中國大陸的書可能 進步得非常快 可能 而且價格也進步得很快 在過一陣子 他可能會比台灣的書貴 賣的比台灣多 也說不定 這個是台灣的危機 不過我只要說 台灣是一個有競爭力的地方 那現在他的這個 這個電子書發展緩慢 固然有很多政策上 正是因為這樣 而且他的出版的分散性 就沒有被少數出版社 壟斷了這個性格 使他整合不易 我希望這一個描述 帶著一點點請求寬束的意思的描述 能夠解釋就是說 對 我自己也覺得 這麼慢 我作為一個讀者 幾乎要難以忍耐 不過 我因為從那個行業出來 我有點知道 那個問題發生在哪裡 可以原諒齁 對兩位專家來講 我是對你們套一句 你專家的話 用情最深 因為我是昨天晚上 才下飛機 從最遠的地方 台灣來 結果很感謝世界日報 讓我今天能跟各位見面 因為我家是長期住這裡 我是一年在台灣 一個月在美國 那麼我一來 因為我家裡兒子太太 都是訂世界日報 所以我早上睡醒一番 喔!兩位專家在這裡 所以我就趕緊開車過來 參加你們的這個對談 現在有一個事情要請教你 剛剛專家講了一件事 但是說你去買一個蛋糕 我很好奇 不曉得幾天到 對!結果是用 就像我在台灣 在美國 我跟你口誤一樣 你剛剛也講了一個台灣 就像我們在 supermarket買的那個蛋糕一樣 都是糖 那麼第一時間有這麼多天 會不會壞掉 對身體會不會有害 這一點我覺得 對你們這個商務這種 是不是有一點需要 想了解 那麼最後 今天很難得 我們總編輯都在這裡 我元祺留個電話給各位 只要今天在場的 到台灣來找我 我是陳元祺 台灣武打聯盟主席 那麼各位來 打電話找我 我一定請客 從頭請到尾 0910738403 我是最後課的台灣國民大會主席 那麼0910738403 再面一次 那你那次 可不可以寫在報紙上面 可不可以 可以啊 0910 當時來請吃飯只有這幾位 因為我們武打聯盟的錢有限 0910738403 如果各位下了萬計啦 就像 美國這邊有崔大姐他們 我告訴他一個 他就找到我 像七七零一早就找到我 下火車 台北看到對面監察院 那裡就有 陳主席電話 0910738403 謝謝 這裡也有電話 9167126010 但是只有兩個禮拜 對不起 不然就壞掉了對不對 沒有我就回台灣了 謝謝 非常謝謝主席的問題 我 我說要說那個買蛋糕的經驗 我純粹是要來解釋 我當時因為充滿了對這樣的一個 一個新 新的這個 交易形式的好奇 那我買了那個蛋糕回來 在我自己這個 非常魯頓的味覺底下 感覺是沒有壞 我吃完了 我有一個在家裡吃完 有一個在辦公室跟我同事一起分享 我吃完了 我確定他應該是沒有壞的 但是我後來我又做了一件事 我試著從台灣跟 這個奧地利 一個有名的賣這個 巧克力蛋糕 那個巧克力蛋糕 那是一個有鮮奶油的蛋糕 我試著要讓他用空運給我 那個到了是壞了的 所以我在當時的實驗 這個是91999 96或97年 所以當時的條件還不是你想買 你通通可以控制那個環境 不過那個經驗 我是10年前這個經驗 他已經預告了未來要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在台灣 那個生鮮食品的宅配 跟電子商務 是重要的一個生活項目 這個這個這個 訂鮮奶油蛋糕 今天訂明天來 在我們的PCOM的網站上 你也可以買到生魚片 買到活蟹 保證到的時候是活的 死了我們就收回去 我說在台灣這個已經 這個不是不是電子商務人做的 是這個整個的社會的宅配系統 多溫層的宅配系統已經完全完成 就是你要 一個車子開出來 他都有處理常溫的 的位置 有處理這個5度的5度C左右的產品 就是保鮮的還有冷凍 零下20度的這個位置 一輛卡車開出來他都有三種不同溫度的空間 現在這是台灣的這個物流的主流 所以其實這個是這個社會的這個物流 底層建制做完了的結果 所以這個我10年前所做的事 這個是今天每天在好幾個社會 台灣是集中之一每天發生的事 跨國這個事當然是稍微大膽了一點 不過那是我想知道他會到哪裡去 那個蛋糕吃起來如何到底有沒有下毒 我是用了我是用了那個神農氏的精神去吃的 謝謝謝謝 因為我們走明一點回去趕稿呢 我們明天等著發稿所以呢我們請他來 問一個問題好不好 來這邊麥克風過來 您的電話可以不用等在保守 後面 我有一個問題因為我知道今天雖然人沒有很多來 但是我相信這個全程是會PO在我們的那個網路上 那我想問這個問題是我私心的想問 也不一定劉翔你就不用登在報上 因為我覺得這是 maybe不是我們想樂於聽到的答案 因為我有10多年沒有看到詹洪志 那詹洪志 大家知道這10多年來報紙的那個命運呢 每況愈下 大家都說我們自己是西洋工業 我想聽聽看那個 我想聽聽看詹洪志你的official answer 因為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有我們的answer 我也查考過一些 大家對於紙面報紙未來的 未來的一個前景 那詹洪志因為也待過中國時報 待過聯合報 那我記得當時余老闆要派你到美國來辦報的時候 你連護照都沒有 大家好像上天下地幫你辦出國手續 所以你也來過美國辦報 那我想 藉著這個寶貴的經驗 算是替我自己問吧 就是說你覺得 紙面報紙的nitch 還有沒有在哪裡 而且你要給那種很 很不保留的答案 我真的可以很誠實 我這樣說 我認為對新聞的需求 看起來是一點都沒有下降 而且還有更多的工具在流通 對新聞的需求 對用紙張印成報紙 我有點傾向於相信它會變成一個古典的工具 也就是說如果它還繼續存留一段時間 它是不會是大家取得新聞的主要來源 就是說報社 極可能現在的貢獻 是創造了新聞 而不是把新聞送達 現在已經有很多的新聞 是報社所創造的新聞 但是是通過別人或別的方式到達了使用者 我覺得這是一個報社應該要想的事 為什麼大家最想要得到的途徑 不是你最熟悉的途徑 如果以這個有了答案 我認為報紙的新的狀態就有了答案 那甚至在那裡也會顛倒過來對報紙的生產流程 會有一個全新的構造 那我說我的看法是今天的每一則新聞被寫出來 它到達的人數跟到達的距離都比過去遠很多 所以從某個角度看新聞的影響力是在擴大當中 可是從報紙熟悉的營收來看 它卻在高速的流失當中 這是今天全世界報紙的情境 我也非常擔憂這個紙面的報紙 如果停止運作 因為我看起來真正在生產新聞的只有紙面報紙 因為網路是轉載報紙的 電視是讀報紙的 電視是早上主播把報紙拿出來念 下午根據早上的新聞去跑一個畫面 沒有人認真再產生Original的新聞 Original新聞到今天為止是那個 營運困難的紙面報紙所生產的 如果連它都停下來 所有我們今天所熟悉的取得新聞途徑都會消失 這當然是一個嚴重的事 但是 為什麼報紙會把自己的命運跟紙張連在一起呢 紙張跟你沒關係 紙張是過去你所能夠找到的最厲害的工具 但今天新的Gutenberg已經來了 你有更好的印刷術 你有更厲害的印刷術 你應該像當年第一次看到紙的那個人 那樣振奮才對對不對 那樣興奮說 哇我現在過去很多理想我不能做的 我現在可以做 我當然我沒有這個力氣了 如果有可能 我現在看到報紙 看到新聞這個工作 我是覺得 它既是一個破壞性的時代 它也是個最好的時代 它可以讓一個新聞到達的人數多那麼多 那報紙過去不就是 influence economy嗎 它不就是一種影響力經濟嗎 你報紙所以力量是因為有這麼多人讀它嗎 電視也是這樣 電視其實很多電視都沒有收你的錢 所以你不能說網站沒收錢 這是一個不能sustainable的model 怎麼會呢 我們以前看無線電視的時候 也沒付過一毛錢 可是我們付了一個labor 就是它中間停下來要播廣告 如果我那時候又沒有要上廁所 我只好轉台 可是電視台後來就 你轉台也沒用 因為同一個時間大家都播廣告 你也逃不了 所以你就必須貢獻那個labor 那我們這麼多人坐在這裡看電視 這個電視有100萬人在看 那有人去租這個100萬人的影響力的時間 那15秒鐘 跟我說話他付出那個錢來 這是有了influence才有economy 你沒有產生那個到達的人數 你就不能產生那個營收 今天每一則新聞 明明他接觸的人是比過去報紙印出來要多很多 但你沒有找到把這個東西monetize的方法 我也沒找到了 我當然會說這個是 是關鍵所在 不值得坐在那裡說 嘿就紙商報紙好像 夕陽無限好的感覺 我是覺得這裡分明有一個力量 是正在擴展中 為什麼那個擴展中的力量 我們不要感到很高興了 這是我的我的official的答案 Sherman要補充 因為我記得剛當初你做這個網絡平台的時候 你也講過類似的話 這個紙張要怎麼生存 讓我來做一個平台吧 紙張被copy了 copyright問題 那我常問人家一個問題 為什麼copyright被翻譯為叫著作權 copy跟著作的關係 關係是什麼 到最後我想今天時間可能還蠻晚的 有一個新的觀念叫做Creative Commons 那麼實際上它跟它是來自於軟體業界的open source 這個concept 那我們其實公司花了蠻多時間研究 Creative Commons和open source 就說簡單講就是今天如果報紙產生一個新聞 Instead of說我用copyright控制它 說請大家大家都來copy However有一個新的平台給你bestest model 每一個copy每一個看到的人 他都會end up給你錢 那這個世界就可能整個都不一樣了 前兩個月我去參加一個conference 很有名的conference All Things Digital 裡面一個很有名的歌手叫Neil Young 各位很多人可能知道他 那他的歌曲被大家copy 那有人就問他說你生不生氣 他說No 這是全世界最偉大的收音機 從來就沒有人 過去沒有任何一個收音機 像今天我的一條歌被那麼多人可以聽得到 那麼現在只是一個問題說我怎麼去賺錢 那過去之所以出版業媒體業能賺錢 是因為copyright有一個law 它在protect你 如果copyright不存在的話 那bestest model也不存在 However copy去protect著作 這件事情已經fundamentally被change 所以整個觀念應該反過來說 盡量copy 然後我怎麼樣去賺錢 請大家copy 我想這creative commons應該去研究它 當然我們也在嘗試的在做這件事情還沒有成功 但是這是一個方向 謝謝 好那我們就最後兩個問題好不好 後面那位男士先 我的問題很簡單 二位談的內容 有沒有考慮過 是從存在主義裡面尋找答案 我解釋一下 簡單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是存在主義 因為其實非常類似的現象 這個其實從要翻到30個還是50個還是要到200個我才能夠去睡覺 可能還睡不著 這個是現代化 我們這個現代世界各個領域都遇到的共同的現象 你比如說一個法國的農民 他在這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 在那個 XO 就是農民啊現在都跑到城市裡面去 他以前就像詹恩先生講 只有兩個餐館 沒有什麼選擇 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他到了一個超市 現在這個沃爾馬 這個supermarket裡面 就是有一個經典的故事 一個農民 他要選 他發現下一個 下一個的 東西食品 又便宜 又合他的胃口 他要再下面去選 一直選 過了50個以後 他還選到 更合適他的 他就一直這樣選下去 選到最後他就餓死了 那 這個現象其實 我的直覺我沒有 其實我對存在主義沒有太多的研究 我在法國待過15年 所以你的問題 我想問二位 這個問題有沒有考慮過到存在主義裡面尋求答案 很簡單 類似的現象有太多 比如說我遇到的宗教 這麼多的宗教 那我到底要信哪個 很多人就是走到一半 他就停到這兒了 我遇到那個我就信了這個宗教 同樣的問題 但是一直都會說 到底這個宗教是真的 還是 還是有更好的一個宗教 所以 我就是那個很簡單的問題 存在主義會不會有你的答案 很簡單問題好 謝謝 我 我不懂存在主義 但是呢 有人跟我講過一句話 他說只要存在就是合理的 那麼也就是說今天這現象 也許對報紙對很多媒體或出版創作的人 說不公平 However這個現象今天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假設我們先心理上接受 存在就是合理的時候 我們再去找答案 也許比較容易一點 如果一直要跟它抗衡 就是說 你們這些就是我來告你了 我反對你 我就不使用你這些科技或什麼 我想 因為它已經存在了也沒有用 大概我不曉得那是不是答案 這是可能開始找答案的一個戲劇吧 Villian 好 謝謝你們讓我問問題 那我謝謝世界日報 讓我們在灣區 可以享有一個回台北才有等級的 深度性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真的很感動 今天其實我不應該來 因為今天是Good Friday 我應該是在教會的 所以我真的 你的上帝會原諒 24年前我讀了創意人這本書 那我想很多的跟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都非常感動詹先生 當時寫的那本書啟動了很多 那時候很嬌嫩的媒體新鮮人 那在這裡我很想問的問題是 其實這一兩年 我們在美國看到一家一家的書店都關了 你是個愛書人 那我也是個愛書人 兩位早已經透過您的PC Home 從台灣訂了童書回來 因為我現在在教小朋友 那我就是很好奇 以科技人跟文化人的觀點 你們怎麼看待這些書店要關了 電子書這麼這麼的蓬勃 我們都那麼愛書 可是你知道科技也會帶給我們的孩子 變得很無能 其實翻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 可是從一個文化的觀念來講 我個人會覺得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但是我很想聽聽科技人跟文化人的看法 謝謝 酒店要關門了 我們是應該要走了 對我意思說 如果有一個很美好的東西 他曾經跟我們在一起很長的時間 後來他也要關門了 我還是感謝他過去我的服務 但我也接受這個事實 我接受這個事實的原因 不完全是為自己 我自己已經不要緊了 對不對 我們已經享受過很長的跟書相處的時間 那我家裡還有很多書 明天所有書都關門了 我還看不完 然後我以前看過的我也都忘了 所以我現在拿起來都是新的 所以我也覺得還好 但我要說的是說 我有時候在想 我曾經 花過一點的力氣 熟悉這些書 他帶給我過一個很好的 這個感覺跟生活 我有花過很多時間去熟悉每一個工具書 這些工具書 長期成為我的朋友 幫了我很多忙 在我學習當中教過我很多東西 那我對新一代 我的小孩那一代 對這些工具書一無所知 我有時候覺得怪怪的 我很想告訴他說 這個書你如果這樣用那樣用 你可以得到這個知識 到那個知識 我也曾經這樣想 可是後來我在想 我就算讓他明白這些書的好處 他會不會悔改 我想想我猜想不會 因為他們真的是那個時代 他的知識已經有很大的比例 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得來 連我問我自己 我這些工具書都有 可是我愈來愈少站起來 對不對 我自己也就是用社學引擎 我也大部分時候我也解決 只是在某些時候我覺得不太放心 我才站起來再把架上書拿出來 這個複合一下 因為我是一個有古典技能的人 我是古時候的人我會這個東西 所以我知道這些感傷無濟於事 我知道我們是幸運的 我們兩個都經歷過 我有過資本書經驗 我有過Internet經驗 我未來的小孩子他們是Growing up Digital 他們從小就在數位環境長大 他們沒有analog的美德 他們沒有我們過去得過的某些樂趣 他是沒有了 但他們有他們的 樂趣 他們有他們的命運 我不用替他們著急 我猜想他們 怎麼講生命會自尋出路 我們是跟紙張道別的 不過我們也保護了森林 我也覺得不完全是壞事 我用這個角度想 我說我是個幸運的人 我也覺得有一個好處 好在社會進步沒那麼快 要把書快速全部消滅也沒那麼快 但美好的書店一家家關門 我倒是會看見的 這個是無可避免的事 我希望我用一個比較 脫離一點 距離長一點的眼光來看他 我知道我擁有過的是幸運 不是因為失去他 說我要哀傷 好一點 有沒有感覺好一點 我們可以這個 保護森林 感覺好一點 我知道很多人還有 還有一些問題 我不知道白總經理我們今天可以在這邊待多久